我們今天會講到福祉書所提到的一段, 我們有著名的好新的撒瑪利亞人的禮物, 我們也會說到福祉的聖書所提到, 在福祉的聖書所提到的, 和福祉的聖書所提的。 這個聖書所提到的聖書所提到的聖書所提到, 也不會在聖書中提到聖書所提到的事情, 因為耶穌是一位教徒, 耶穌不是一位高教育的人。 他問耶穌, 要怎麼做, 才能承受永生。 當然是很興奮的。 耶穌非常專業地回答耶穌。 他問耶穌是一位教徒,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他問耶穌是一位教徒, 兩位教徒要神的誡命。 第一, 第一,愛神的愛神。 第二,愛你的鄰居如同愛你自己。 我認為, 有些人, 他們是一位教徒, 或是一百分之百, 或是一位教徒, 或是一位教徒, 而他們不明白。 有些人會說, 我喜歡自己的愛, 那是很多的。 有些人會說, 他要恨他自己。 他們問了很深的問題。 首先, 要恨自己, 這是心理上的疾病。 第二, 如果你不愛自己, 你如何愛自己的鄰居, 你如何愛自己的鄰居? 所以, 你也要恨自己的鄰居。 所以, 我們回到主廷, 我們說, 耶穌向這位教徒的答案, 他很誇張, 所以, 他很羨慕。 至少, 他並不滿意, 去抓耶穌的鄰居。 所以, 他問了個問題, 誰是我的名字? 誰是我的靈人呢? 耶穌並沒有直接回答耶穌人, 像這時候, 他也會說, 在這時候, 但也會說, 因為耶穌人和古代人, 他們喜歡聽說話。 耶穌並沒有直接回答耶穌人。 所以, 耶穌跟祂說了一個故事, 其實是非常深刻的。 耶穌跟祂說, 一人從耶路撒冷到耶利格。 當他說到耶利格, 因為耶路撒冷到耶利格, 因為耶路撒冷到耶利格, 他在一附近大陸, 以及其他一附近海。 耶穌這樣回答耶穌是正確的。 耶路撒冷是比較高的。 耶利格的地理位置是比較低的。 所以, 他也會說, 不要想說, 這是一個故事, 耶穌在耶路撒冷就是這個故事。 從耶穌上去到耶穌, 人們的旅行是從高度上去。 去到一個公司的公司, 耶穌是神的地方, 耶穌是因為聖地, 耶穌是因為聖地, 因為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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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地, 因為聖地, 因為聖地, 聖地, 因為聖地, 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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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聖地, 從聖地的地方, 下到耶穌這一個地方, 做交易的事情, 那是比較不好的交易, 但是也不是說百分之百都是做不好的交易。 這也記憶到我們, 說得了聖地, 聖地, 聖地, 聖地的聖地。 聖地聖地說, 聖地聖地, 聖地, 聖地聖地聖地, 從亞戸到聖地的聖地, 還是中文的工作。 所以, 亥得領域, 在這個程度上, 他一開始要講一 semester, 去解釋了, 我們知道是, 從阿森斯的地區、 從《聖誕》和《聖誕》、 從《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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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 以後我們會說一些其他事情, 這是人類的經歷, 從善良的地方到善良的地方。 當然,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真實的, 在這個地方, 他們曾經說, 這是血液, 因為他們曾經有很多警戒, 當然,他們被捕捉到人們, 殺了他們, 殺了他們, 做了很壞事。 有一些道匪, 都躲在那邊, 去掠奪的錢財。 他們被捕捉到他, 撕捉到他, 他們被拖走了, 他們拿了他大把優雅全部都被 información去, 而他們被殺了他, 快聽到他半死了。 所以就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他們就掠奪了他一頓, 然後領悟騰他, 然後他差不多半死,躺在那邊。 然後,第一次, 一位教徒走過, 他看見他, 他走從另一邊的街道, 然後他離開。 所以,有一位教徒從那裡經過, 看到他就往另外一條路, 繼續走下去。 我們必須理解釋的事情, 聖人們很喜歡猶太人, 但我不會說到現在, 我會說到後來。 為什麼? 我們不太理解。 為什麼我們不太理解釋了這個優太人? 然後他看到傷害的人, 他沒有做任何事情。 同樣的事, 當一位倫敦人也走過, 他看到他, 他走到街上,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另外過了一個時辰, 另外一個人他是立位的, 他看到也是做同樣的事情, 他就是往別的別處走下去。 所以,他沒有人, 從我們看來的, 從我們看來的看來的, 他們沒有幫助他。 所以我們從我們觀點來看, 他們並沒有去伸手去幫助這個人。 從道德方面的看來, 道德方面並沒有幫助他。 他們所做的是對的嗎? 我們會明白, 我們會說很多的事後, 康德也會說, 他們做得非常不好。 所以,福音書所提到, 是一個概觀的讓我們理解, 可是他漸漸講到細節的部分。 因為耶穌說, 當我們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應該看我們眼前, 從我們的眼前, 我們看到一個人, 躺在我們面前, 受傷的人。 而且, 對, 我們有更多的責任。 當我們走過來, 我們看到另一個人的餐廳, 我們必須, 至少看到一個人, 我們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應該打電話給警察局, 或者是打電話, 請救護車來救這個人。 有些法律的法律, 因為有些國家, 他們在法律的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中, 但如果你們走過來, 你們看他們在那裡, 你們不顧著, 要看他們在那裡, 你們不顧著, 你們不顧著, 這就是一種犯罪的法律。 所以以現代的律法來講, 它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人受傷, 你見死不救, 那這個也是違反律法。 你如果, 例如, 你走過來, 你踏著人, 你再繼續, 對, 你再繼續, 你會忘記了, 他們還沒有吃飯。 這就是, 如同如果是開車, 你不顧著造勢逃逸, 你看到一個人, 他也是命危的時候, 你也應該生出原諒。 這也要與了解, 我們再次說, 因為有些人說, 好, 發生什麼事? 我已經忘記了, 你已經忘記了, 但別人已經死亡了。 所以, 我們不能說, 這是一般的狀況。 我再次說, 我們不能以一般的狀況來, 是這個案件。 我們要以這個學者來看這個法律的事情。 你不說, 今天, 後來的教育, 每個人都會拿到他的車子, 去台北, 去看, 是每個人都下跌, 你知不知道, 所以, 去台北, 找到一個人。 這不是一個判斷, 而且這不是, 你也知道, 是一個判斷, 而且, 耶穌不是說, 今天, 譬如說, 你去台北, 去台北, 去台湾, 找到誰是在街上, 不, 他沒有說這個。 但當你看到, 這個人這麼近, 你走到另一邊, 這很重要, 你不能說, 我沒有看到, 我只是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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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在街上, 他只是在街上看到他。 所以, 你不能看到這樣的事件, 就是說, 他明明在你眼前需要幫助, 那你就說, 我走在路上, 我在思想別的事情, 所以我沒看到。 事實上, 他是看見了, 因為他選擇走了另外一條路。 所以, 以現代的路法來講, 這是極大的理由。 後來, 有一個沙馬利亞人經過這裡。 現在, 那些沙馬利亞人, 你知不知道, 是一個人,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們說, 可不可以看到沙馬利亞人。 想想看, 猶太人多麼憎恨這個沙馬利亞人。 但是沙馬利亞人, 你知不知道, 他有他的鞋子, 或鞋子, 或什麼樣子, 那些沙馬利亞人。 他可能是騎馬或鞋子, 那他要去做生意。 但, 首先, 他走近, 然後, 他看到, 那些人, 那些人, 幾乎半死了。 然後, 他靠近這個受傷的人, 那事務交接, 他看到這個人, 聽聞。 我不敢,